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台股连放两天的台风价 今天一开盘 第一个卖压没有想象中的重 第二个是台币虽然重贬 外资好像没跑 但今天最大亮点来自于 台积电 神龙百尾专家说太关键了 到底今天台积电神秘买家是谁 这么一拉了个下影线 到底先人指路方向在哪里 今天节目当中告诉您 但今天整个盘中 大家都在讨论的是 陆股ETF 大陆股市还在修饰 买不到赶快灌进来香港股市 赶快灌进来陆股的ETF 大幅溢价的大有人在 全球陷入了错失恐惧症 好怕赚不到这一波 但是如果弃台股 堵路股到底会赢吗 怎么下注 在今天请教专家 当然同一时间还要来看到AI 专家说成像起风 虽然AI黄人勋再开金口 在这次有机会再换回AI的买盘吗 还是非电反攻的时机点到了 今天请教四位来宾 首先要请到钟老师晚安 说好大家晚安 台积电神龙白尾 到底指出了哪一些台股的动向 请教博基老师晚安 说好大家好 航海王今天全程传了水手要跳船吗 请教的是贯州晚安 说好大家晚安 台北股市两天台风价之后 今天开高走低 当然航运股成为了 在今天整个沙盘的重心 但是大型电子股成为了 撑盘的要角 鸿海联巴科今天战魂了季线 特别是细光子 我们前几天持续的讨论 今天还续墙 但今天整个亮点 来自于今天尾盘的台积电 最后一盘六千四百多张的买单 让台积电拉台了四块钱 也让指数的跌幅收链 今天下跌87点 收22302季线 先先守住了 量能维系在4000亿元 基本的人气量 好 这件事情来讨论 第一个是 大盘今天看起来 跌87点 跌幅不重 但是下跌的加速 远远多于上涨的加速 未买也是 第二个是三大法人 外资连三卖 今天现货卖了223亿元 看起来好像很悲观 但是今天外资的 期货空单 同时也回补了 2500多口 目前空单水位 回到了37000口 第三个是新台币 两天台风价 之前的礼拜二 台币在盘中 重扁了两脚 在今天盘中 一度还是重扁了两脚 所以盘中 一度又看到了32块钱 为什么资金在现在 在打什么主意 亚洲股市 今天普遍都涨 但是亮点在香港 恒生指数 因为大陆还在修 十一黄金中 买不到大陆 怕错失这段行情 全部灌进来 香港恒生指数 还有我们的 陆股ETF 陆股ETF 没有涨跌幅 昨天 前方老师跟他讲说 大家都可以去找 适合自己的 有提到这档 今天马上大涨了45% 其他二十几趴 二十几趴 大有人在好多的 直接进场赌正二 但我要问了 下个礼拜一 十一黄金周继续修 礼拜二就要开市了 现在进场 钟老师请问 赚钱的几率大 还是被到货 当韭菜的几率高 分为短中场 短线可以做 中线会整理 长线看好 短线多久 短线就一个礼拜内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一次FOMO 所谓的FOMO 就是说 大家怕错过 那你怕错过 当地的老百姓 更怕错过 所以他们在休假的过程里面 券商还在帮忙开户 对吧 那你也才开完户吧 对吧 开完户以后 都还没有真金白银砸进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短线上可不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 而且是大家比 手脚快 那我们台湾更快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有ETF在那边 我只要买ETF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手脚 比他们还快 他们还在开户中 对吧 他们还要汇入保证金 或干嘛的 这个状况可能还比我们慢一点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大家比卡位 所以短线我们行情 当然有 因为外资也是一样 外资也是要把钱 从海外搬 搬到大陆去 搬到香港去 所以他也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短线还有行情 我们也名手快人很多 所以他还在抢 但是中线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场 中线 请你严格遵守 拉回才买 那你说拉回到哪里 我的判断很简单 月线跟季线中间 就跌破月线 但是他会守在季线之上 你在月线跟季线之间 你去用投资的角度去买 我觉得是OK的 那长线我认为会翻倍 所谓的翻倍就是 入股会创新高 会创历史新高 当然今天台股的一个焦点 来自于大型的全职股 鸿海连发哥 今天都站回季线了 很多人在问海公共 为什么动起来了 我先问结论 布建老师 鸿海上个礼拜你就提醒了 200块钱会到啦 我今天问 来前波的高点 有没有机会再站一次 前波的高点 这个要看科技日过后 整个电子股AI的这个状况 下礼拜 对就是取决于 在第一个灰达 灰达能不能涨过 130块美金的钱站稳 如果可以 那这个鸿海 200亿有机会 那下个礼拜 这个礼拜过了以后 不就科技日要来 对不对 我认为科技日这几天 就有机会先摸200块 那只是说 200块这个关卡 那边有个缺口 那个缺口呢 它套了蛮多人嘛 所以你这批人上去换手 对不对 它会震一下 震一下 如果挥达130站稳 再往上走 那不用讲了 210以上就会来 如果挥达创新高 那你就等着 鸿海也会创新高 如果挥达创新高 只有鸿海吗 还有谁 等一下我一并问 但是会排挤到谁的资金呢 因为今天航海王 美东码头现在宣布 昨天还在担心 到底罢工多久 今天宣布说 何谈了 没事了 不罢工了 两方 两造双方都已经谈好了 发出声明 六年之内 现在资方会给劳方 把薪水调升 大概六十二 百分之六十二的幅度 这非常的大 立即结束为期三天的罢工 今天大家就会返回港口工作了 一样问结论 观众请问 还在船上的水手 现在要跳船了吗 现在不要跳船 因为网友说 现在直达海沟 已经在地板上了 你跳什么船 对不对 我们做这一步行情来讲话 你看到长龙股价 基本上回到起账点左右 因为过去 大概两一个月左右的涨幅是怎么样 是涨这个所谓的罢工 跟中东情势紧张的预期 那现在罢工没有了 那中东情势 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股价 当今天一根算是碟零板 也来到前波的盘整区 所以我认为短中期来讲的话 我认为长龙阳明 这些所谓的货柜股 他会进入一个打底的阶段 就是说一段时间的盘整之后 再看未来 好所以没有这么悲观 会盘整未来是什么 重点来自于营收跟财报 所以现在还在船上的怎么办 想要移出来 移到哪里 来 伯杰我们请您上台来 台积电今天拉这个尾盘 太有意思了 第一个让他今天维持收红 最后一盘拉了四块钱 第二个让台股拉了个下影线 怎么看待今天台积电 神秘买家是谁 有没有一点点 先人指路的感觉 第一个 其实昨天晚上 如果你有看台积电AD 你会发现 他在美股相对是强的 因为昨天盘中 他是把废半带上去 他跟辉达两档个股 所以今天来讲 我会认为了 有可能是外资 早上卖完以后 尾盘再把它买回来 那或者是说 要么就是政府基金 因为我们看一下大盘 台积电今天如果没有拉尾盘的话 会变什么时间近一点 如果今天台积电没有拉尾盘 这根K线它是全黑的 对不对 对 全黑的那跟 这个前一天 它不是形成一个什么 技术面就下降三法了 对 这就告诉你什么 这个是中继再跌的讯号 但是我们要清掉 但是因为今天来了一个下影线呢 就把这个讯号破坏了嘛 而且你看这个量又刚好嘛 因为两个黑棒都有点亮嘛 这红棒没亮嘛 所以在技术面它是不太好 所以今天的这个拉尾盘 是多头告诉你 我在这里不太想继续跌 那再来的话 我会觉得短线来讲 因为辉达的上来 所以让台积电今天拉尾盘转强 这也是一个拉 所以整个来讲 看台积电 先看台积电 既然都这样问了 台积电时间长一点 我觉得极短的时间之内 它还是会回去一千块 因为这一次从一千块下来 除了有美股的因素之外 我觉得一个蛮大的原因是什么 台股的投资人还不能适应 因为上一千以后 你的指数就是 有没有 一个tick 一个tick就是三 它这样子来回 上下就大概三十点了 那你三十点在这边震 大家不习惯嘛 再一个就是 这几天刚好入股的etf 开始吸金 所以这边回一千块以后 就是一个关键 所以赶快回来看 这个国际股市在这里 跟台积电的关联性 第一个 今天晚上一定大震荡 为什么 非农 非农一定震荡 但昨天公布的这个 前两天公布这个adp 小非农又不差 所以现在你就看 因为市场预期 行增大概十四到十四点二万人 然后失业率呢 大概百分之四点二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只要比这个多 对 就不会跌 好 比这个少 那你就要小心先回 那这个是非农的这个东西 但非农过了以后 接下来的这些数据 就没有那么严重 另外一个是最近的日元 因为也是一样台风的时间 这个日本首相石破骂他表态 他就说日本现在经济状况 是不适合生息的 礼拜三这么刺 此话一出两趴 对 所以日元短线回扁 那当然这个套地交易的卖压 就不会出来 不会出来 你看日股上来台股就稍微有机会回稳 所以日元也没有来捣乱了 这个是一个 那再一个就是这两天 又是这两天嘛 黄仁勋又讲嘛 市场对Blackwell的需求很疯狂 那股价OK 有反应很疯狂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这个对美股来讲 也是打了一剂强心针 至少我们看肺半 肺半在这里 他的这个走势 这两天就是回答 带回来回稳 那现在优势在于哪里 多空 所有的均线 短期均线在这里汇集 对不对 代表什么 这个后面会变盘 而且这个方向出来会比较大 所以有机会往上变 也有机会往下变 那不过我觉得啦 目前就各方面看起来 是往上的几率高一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纳斯达克 一样 纳斯达克是比肺半奶的这个强 那纳斯达克 对时间长一点 你看纳斯达克 回到这高点附近来震荡 对不对 所以一样嘛 最近也是均线在纠结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美国科技股可以领先 往上做突破的话 那台股就安了 好 所以这个后面 他们就在等什么 等新的方向出现 那当然还是有两个变数 第一个 11月5号的总统大选 对 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个真的很麻烦 现在还是比较胶着的 再一个 美股的财报周 下礼拜哦 对要开始了嘛 那这两个是变数 不过我是觉得啦 就第三季的财报来看 因为美光在前面打头证 看起来不差 所以我觉得后面科技股问题应该没有那么样的大 那这些国际股市的交接怎么牵动台股 好 那回到台股来讲 先讲今天这个盘为什么会跌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今天有三个东西吸走了六百多亿的资金 那三个东西 第一个 今天吸什么 入股的ETF 全部网站都在讨论 这个吸了两百亿 入股的ETF至少吸走两百亿 货柜 今天货柜三雄至少也吸走两百亿 因为他们中错嘛 就有人进去抄底嘛 好 再来 AI的台积店家鸿海也至少吸了两百亿 也就是说 今天的入股ETF货柜加上AI 吸了六百亿的前走 所以今天的大盘是怎样 今天下跌加速七百多加 上涨之后两百多加 原因是在这里 好 那当然台股短线第一个台币 台币因为美元的转强 这不是台湾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还好 亚币都会贬 那我们就观察 32对一美元的关卡能不能守得住 以今天看起来是有手的 来看一下台币的走势 是有手的 不然盘中你看这上影线是一个实体的K棒 好 所以如果有手的话代表说 虽然是因为美元贬 资金有流出 但相对的也是有钱 想要再进来 所以台币在这里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 不会那么的扯后腿 再一个外资的空单今天有回补 不然今天如果不补就麻烦了 到4万口这个就暗示你说外资可能后面卖压会加大 好 外资的空单如果过4万口 就是加权有可能会回撤2万点以下的关键 是 也就是说 就最近真的要盯着外资的空单 如果可以降到3万4千口以下 那就可以松一口气 就没有问题 好 那刚才有讲到嘛 挥达登高一呼 台积电未来下个礼拜应该有机会再回到千元 另外鸿海会因为科技日应该是很快的就会看到200的关卡 但我要提醒大家你看到200如果挥达没有站稳130块的位置 可能短线上你在这个先前170甚至160有买的人 先获利一趟 你要先获利一趟 好 那再来贵买今天的走弱 中小型股的走弱就是因为入股货柜跟AI把钱吸走 那我觉得这一块在下个礼拜的上半周要来观察一下 能不能赶快回稳 因为正常来讲 这一波大盘第一次往上拉 看一下OTC 中小型在这里很强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里反而这个高点过不去 夹权是有过的才下来 所以KUSA要赶快回来 对要赶快回来 也就是说OTC在这里 那支你不能确战 你还是要把该做的样子做出来 这个是下礼拜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好 那再来的话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从这个7月开始一些现代令8月 再到央行9月的这个打草房的这个措施 你看哦 券商融资的管道有一个叫不限用途的 对 很多都关起来 没错 然后打草房又害很多人卖金子啊 卖股票去救房子 对不对 所以市场缺钱的状况到目前来看没有变 这也是为什么行情现在很难往上冲的原因 所以短线呢 我判断哦 这个指数它就会在这里振来振去 没有大行情 好 还有一个原因在哪 电子这几天的成交比重降到六成以下 今天五成六 台风前那一天 一大早是五成 最后收盘也只有五成三 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是入股的ETF 传产跟电子的三分天下 如果你要这样走 指数当然就很难大涨 这个是跟大家提醒的 好 那一样指标股你还是要看 ETF AI 半导体设备 网通原物料跟航运 那目前电子中小型股 半导体设备跟网通还算强 这两个只要能够维持在高涨震荡 不要出现大跌的话 我认为中小型股是还有机会转强 好 谁有机会转强 接下来资金重点摆在哪里相对的安全 好 第一个我们当然看到 台积电刚才讲过了 那最重要是什么 外资在这里 有没有最近十个交易是偏向买方 你看投信也买嘛 这就是内外一起齐心协地再做多 所以这两档个股对多头来讲非常的重要 他们两个就是一起涨也可以 轮涨也OK都没问题 再来其实今天盘面看到一件事 因为辉达讲说 这个大家都跟疯了一样买我的晶片 所以散热其实今天很抗肥 对所以散热的双宏啊 齐宏甚至像富士达 我们来看一下 双宏跟富士达的这个走势 你看双宏已经打出一个底 而且真的就站稳景线 这个上礼拜也有跟大家提过 好目前来看 半年线应该是会过关 那过关以后如果量可以再出来 它的底部正式完成的话 长线我觉得这里有机会来挑战 那富士达呢 富士达更漂亮的时间拉长 富士达再长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突破耶 对它盘整了多久 它至少盘整了四五个月以上 所以呢前高是不是梦 不是梦 而且你要注意哦 富士达如果这里 因为我们时间近一点哦 富士达虽然今天突破 但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因为它中小型骨对不对 你正常来讲真突破啊 量要大一点 大一点点就算了 你要涨停嘛 它没有涨停嘛 所以没有涨停的话 会有疑虑 表示大家还是怕怕的 对不对 所以后面补一根中长红 带涨停出来 那前高一定过 而且过了以后代表什么 没有压力的啊 了解 这是富士达 好半导体来 怎么看万润 好万润跟惠特的话 你看最近外资也是买 投信算的想法 你看这两档个股 看一下哦 万润跟惠特最近干嘛 处置下礼拜要放出来对不对 你看今天又过高了嘛 那就放出来之后呢 放出来之前不要急拉都没事 是 放出来当天就会什么 又会爆量震荡嘛 又会爆量震荡嘛 所以如果放出来当天往上冲 你要先卖 OK 但是这个平台不要跌破 就没有问题 看惠特 一样 惠特我说这177 因为是这一波的大量 它绝对不是高点了 已经慢慢逼近了 一样哦 这个会关比较久 因为它才刚关五天而已 是 后面过高以后 只要没有问题 它会继续涨 那就是你就等它放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短线要先拔挡一趟 目前趋势没有变 只是说你短线在操作 你要灵活一点 沿着五日线 这个矽光子就是联均 你看联均最近虽然外资在卖 投信在买 看联均的走势 也很强啊 就守在十字线这里嘛 其实整个矽光子族群 目前看起来还好 那只要联均不要跌破月线的话 我觉得矽光子都还有机会来做轮动 来最后ETF 好ETF 我跟大家讲 第二段会有一些时间 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 那短线我先讲 这几档ETF呢 因为大陆没有开盘 所以今天大家都冠进去 钱都冠进去 这是没有关系的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就好 因为入股在这几天涨的过程中 还没有出现第一次的疯狂 在第一次疯狂爆量的时候 你就盘中盯着入股看 当上证跟深证爆量的时候 那是短线你卖出的第一次的点 也就是说呢 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好了 上证指数在 因为他们10月1号开始收 9月30号其实爆量 这个算爆量吗 我跟你讲 回来会比这根更大啦 一定会比这根更大的啦 那现在就是你要看是说 那种异常的大量 异常的大量出现 那个高点是一定会过的 只是说你短线过的 他就有可能先下来嘛 所以有的人你就抱着 等大陆开完盘爆量的时候 你短线就记得把挡一次 但是拉回来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 因为这是一场四季大豪赌啦 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这不管是这个永丰科技50大 原大富生三百真的 富方上升真的 这些有的人续报 没有你就等机会了解 谢谢波剑老师 请先回座了 用这五个字来形容 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世纪大豪赌 坐在赌桌前的您 手中要有哪一些的牌 今天十点钟的节目当中 我们好好的说清楚讲明白 但是这场世纪大豪赌 到底中国有什么样子的筹码 华尔街全面陷入的错失恐惧症 现在进场风险还有机会 到底谁站一面 休息一下 钟老师告诉你 波剑形容说 现在进入大陆股市 是一场世纪大豪赌 这样的形容 让我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期待的是什么呢 期待的是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大陆主要的四大指数 包括了香港恒生指数 从低点到高点涨了32%了 深圳城市涨了33% 护生三百涨了27% 这些短线当中都已经符合 牛市的资格 这是我期待的 但是怕受伤害的来自于 这个礼拜大陆十一黄金周 大家买不到陆股 全部灌进了香港股市 全部灌进了相关的陆股ETF 通常我们在判断一档ETF 前线的老师都教你说 如果溢价幅度太大 超过了2% 3%甚至5% 千万不要再追 因为代表你买贵了 但您知道热门的ETF 现在溢价是多少吗 48 20 10% 正二的看起来 溢价的幅度没有这么大 但是平常我们这样都觉得很大了 只是跟48%比起来 觉得一点都不大 于是从老师请您上台来 现在进入陆股 这个世纪大豪毒 您觉得结果会如何 他就相当于联准会在用QE 只是以前联准会QE的时候 他没有在讲说QE的钱 要用到哪里 我再简单重复一下 联准会的QE 二零零九年三月 二零零九年三月 那个时候一开始叫QE1 QE1 QE2 QE3 然后后来来个什么 世纪金融 那个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来来来个无限宽松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34 QE 3Q very much 那我们就讲QE1 同样的时空背景 你把它搬来现在的中国 完全适用啊 中国股市房地产是不是完蛋了 是不是垮了 然后他的内需消费市 也都完蛋了 对吧 然后呢 你现在他什么人民银行 放水大救市 你也是看笑话 就像二零零九年 你叫我买美国的房地产 我有钱我也不太敢买 对啊 我也懒得研究 看一看而已 就是这种心态 我的意思就是说 永远股票 我们常常讲股价 永远是领先反应基本面 所以你现在看他不爽 或者你看他不好 因为可能就是政治上的敌对关系 但是我觉得后来你会变成啊 有一天你可能会跳进去 我怕的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不是一开场的时候 给各位一个短中长期的一个计划 对啊 那我们先讲哦 这个爆炸性的大行情 我们是又怕又羡慕 对吧 你敢买吗 不敢因为你怕 可是台股每天你在交易 你就觉得无敌无减 对吧 台积电就不涨啊 这个鸿海涨一涨又又又感觉也没那么有力 要更不要讲一大堆新AI股都在大跌 很羡慕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FOMO情绪推动 弃台股ETF转入港股ETF 我跟各位讲哦 也许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 这件事情你很难做到 但是我跟你讲 外资已经这么做了 等一下你去看外资进出你就知道了 弃台股ETF转入港股ETF 因为你要知道外资 他对台湾中国他没有分那么清楚啦 反正哪里有钱赚我就往哪里跑 对吧 今天假设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是外资 我之前买了一大堆台湾的什么 00878啦 00940啦 这一些ETF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一些子弹 我再继续摆在那边 不会赚钱 我不如把它捆一捆 捆一捆可以有一千亿 我一千亿就丢 我也不用跑到 我也不用汇钱到入港股 我都不用 我就直接转到隔壁的ETF就好 我们一大堆入港股ETF啊 看你要买正二的还是要买买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跟各位讲 比较敏感的人 就会先做这件事情 那外资做了 投信接下也会做 做完以后呢 散户就会做 散户呢 不会反应那么快 散户现在还是很期待 AI行情 对吧 因为AI就在台股ETF里面 可是你最后就会发现 大的股市一直涨一直涨 涨到后来你真的是 真的就就就一咬牙 你就就就开始做那些动作了 就会做FOMO的动作 好那我再讲就是说 外资自行商 外资间又大卖台股对吧 对 你你想想看 他他弃台股ETF 转入港股ETF 理论上来讲应该也是打平 比如说我一千 我卖一百亿买一百亿 应该也是打平 可是他为什么还是卖呢 因为他也要卖出现股 因为他卖了这个以后 他就觉得说台股很多的股票 也会被他卖下来 所以他在现货部位调节 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追踪太久的 那个期货空单 我还是觉得大家对那个外资的 期货空单太小看 他了三万永远都维持在三万五到四万口的这样子的空单 你真的都不会担心吗 他就好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根键 随时掉下来那种感觉 我还是不要这么小看外资 我甚至觉得外资的很多的动作都领先于我们很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 外资自营商其实在这一波已经卖很久了 自营商当然有买有卖 但是他卖的时间比较长 我认为接下来呢 加入卖方的会是投信 虽然你看到今天投信还在买 投信买超四十几亿对吧 对 可是我建议各位 未来你要去注意投信的卖压 为什么呢 我以前常常讲 投信就等于散户嘛 对对吧 因为投信发行ETF 对对对对 那理论上以前 以前你在买台股ETF的时候 你是把钱买台股ETF 对吧 所以投信拿到你申购的钱以后 他就得去买台北股市的股票嘛 对吧 可是如果今天散户也做这个动作呢 如果我也是弃台股ETF转入港股ETF呢 那一样啊 投信拿到你的钱他该怎么做 卖股票 你是卖这个呢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全职股卖掉 然后我是转入港股ETF 我转入港股ETF有两种 一种是没有杠杠型的 那我就要去对岸对岸买买股票啦 第二种是杠杠型的 杠杠型的也很简单 杠杠型几乎是保留百分之九十的现金 然后拿百分之十去买期货 就直接去买期货 正二都是这样子的 正二他是要模拟一个 跟当天指数涨跌幅两倍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一般来讲是买期货 比如说你买A50ETF正二 他就是买A50期货 他会算他那个部位买到呢 大概可以模拟两倍 我讲这个背后的运作逻辑 是要告诉各位 当你减码这个的时候 投信就得卖啦 因为你减这个他就卖这个 然后呢他的买的 他当然也是买啊 可是他的买是第一个买到海外去啊 不然就是他是去买期货 所以这个不会再反映在我们的股市上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当做这件事情 我刚才是讲外资在做这个 可是接下来投信就会做 然后我讲的投信是讲主动型的 是 因为主动型的要追求绩效 所以呢可能你今天在投信买卖超里面 你就会发现 连投信自己都买正二了 买入港股的正二了 然后再来呢就是散户了 散户会比较慢 他从一开始抗拒接受 从主观意识意识心态 你就不想接受 就不想买入股嘛 可是搞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我留在台股好像没什么意义 你就会跑跑去 你就会疯嘛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 你会发现连投信都会变成卖超台股 他卖台股是因为他去追求 更有利的一个部分 这是资金是逐利的 那再来我们回来讲 今天台积电会涨 联发科会涨 或者鸿海会涨 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台风架的时候 黄仁勋又针对GP200出货 又非常乐观 第一个这不是新闻 我要特别跟他讲 这不是新闻 第二个我还是认为 现在控制AI行情的绝对不是NVIDIA这家公司 那是谁 因为NVIDIA的好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他卖晶片卖到就像我们以前讲 你那个卖产子卖得很好 这个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 现在重点是买你产子的人 有没有挖到黄金 这件事情才是重点 不要一直去看灰达赚多少钱 灰达赚多少钱 他也不会分给你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今天决定AI伺服器 能不能够未来一年比一年旺 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要挥达赚多少钱 我们要的是AI伺服器 今年出货跟明年出货 后年出货越来越旺 你要达到这样子的流程里面 你要让人家挖到黄金 因为挖到黄金之后 挖黄金也有FOMO 你挖到黄金我也要挖黄金 所以你投资200亿 在AI伺服器 我也要投资300亿500亿 这种FOMO 才会让我们的AI伺服器的营收会增加 所以帮你做伺服器的厂商要赚钱 对啊 我以前讲的商业模式 或者你讲的货币化 或者AI的应用场景 到目前为止 AI都没有到一个真正杀手级的应用 顶多只是帮你整理报告 帮你弄弄写论文 对不对 或者程式设计师懒得 懒得就丢给CHABGV生成 就大概都是做这些辅助型的工作 我意思说 大量出货 AI的老AI的春天来了吗 我是答很多的问号为什么 因为今天他红海长 那广达呢 广达砂尾盘 那你要怎么解释呢 难道广达没有GV200吗 对你 那还是你说 红海是因为苹果的手机 卖得好了 那如果是苹果手机卖得好 那也跟GV200就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状况 我们不是说看到一两个点放 我们要看的是一整个面 就是整个面向 你看下你会发现 老AI其实还有待加强 是 好那不要讲了 那新AI呢 新AI这些叫团面 譬如说我们觉得GV200真的很棒 那很简单吧 我们点的那些老AI 哪一档可以亮灯涨停给我们看一下 你不要每次都是反弹一趴 反弹两趴 我们就觉得好好开心 这个真的是不太及格 好再来我们来讲中概股 中概股最近真的是捡到强 老实说呢 十年二十年没行情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听说 那个很多的大餐饮 都都从中国到都退出来了 连鼎泰峰都活不下去了 连很多什么瓦城集团都都退出来了 那你觉得中国大陆的消费很差 降级啊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一些 在那边坚持的中概股 譬如说做百货的啦 什么蓝天电脑 做百脑会 就是卖电脑那些 还是有 最近他们就真的捡到枪 酒汉逢干你 还有什么鲜活果汁 可是毕竟来讲 这些股票属于各个领域 里面的某某几家 他的全值太小凑起来 可能连货柜三雄都比较多 所以对指数的贡献度低 不是说他们不会涨 他们会涨 但是呢 就是大家不太会留意他 好 那你说那这个小 那我传产原物料总可以吧 传产原物料够大了吧 而且传产原物料也是属于什么 一般人现在的讲法是什么 右下角的股票 最近台数四宝 涨幅有15%到20%咯 对对对 那那那这个总可以吧 这个总有行情吧 我不敢买入港股ETF 我可不可以买这个 我的建议你还是宁愿买前面那个 不要不要买这个 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看好入港股股市 我说如果你看好 如果你想买的话 你就买这个 不要因为入港股不敢买 然后跑去买这个 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逻辑 为什么我这样讲 原 传产原物料在头几天真的有涨 因为呢 习近平在政治局发话说 我们要救房地产 白名单要给他贷款 那个时候曾经原物料股动一天 可是你永远要知道中国大陆 第一个房地产目前他我们中国大陆最喜欢用的叫存量跟增量 什么意思呢 存量就是现有的 增量就是未来准备要增加的 存量已经够多了 他可能他的现在的房地产落成了 可以让二十亿人住了 所以你说未来要多大的增量 我是蛮怀疑的 你能够保交房就不错了 以前那些烂尾楼 你能够盖好 交给人家就算偷偷笑 所以第一个增量不是那么的够 第二个现在我们在金融面上面 你看到那个大幅的跳跃 这个股价大涨 你说要让实体经济也热 热到全民从买股变成买房 我觉得这有有有有待观察 所以他只要没有实际上在经济上 有明显的复苏 我觉得你去买这些原物料都危险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最不欠的 就是原物料 他们本身就是一大堆硕化产业 钢铁产业 他们还产能过剩 所以你说他那边都用不完 还要用到我们台湾 我觉得这比较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短线的行情 那不要说大涨以后去追 这个地方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最后再提醒大家 毕竟来讲电视机前面的你 还是以台股为主 对 还是以台湾的投资标的为主 所以我讲 如果你要投资台湾的标的的话 不管你是买房子也好 或者买股票也好 我还是像上次 我跟各位讲的 你一定要留好你的家用 最好留有五年 你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未来你可能就面临一个风雨飘摇 什么叫风雨飘摇 就是未来的事情 会很多东西你想不到 等一下下一题 我讲一些国际经济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确定 你包括台湾的经济 你说现在很好 那明年后年不知道 那如果当你开了太多的杠杆 买房子就是一种开杠杆 买股票 如果你用融资干嘛 这也是一种 那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永远要考虑最坏的情况 当最坏的情况来了 譬如说我觉得 假设我现在买台股 现在两万两千多点 如果哪一天跌到一万八 你如果还挺得住 那你就你就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挺不住 那你就千万不要开始 了解 谢谢崇老师请先回座了 好 传产原物料看法 崇老师比较保守 但是千万别万面俱灰 因为崇老师叫大家不要去追 但是短线有没有话题 有没有题材 在今天灌州跟郑华都会告诉你 尤其AI族群 这两年以来已经叱咤风云 控盘了台股两年了 如果AI要休息一下 哪一些非电族群 现在正在酝酿反攻 休息一下 郑华告诉你 丞相真的起风了吗 台股AI控盘已经快两年了 但是郑华告诉我说 非电反攻时机已经到了 好 我要制造一下 雷台的对立的效果 因为刚刚崇老师 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 崇老师才说 传产原物料要等到 中国经济明显复苏才有机会 然后郑华你说 现在这些传产 我们传产原物料 非电族群开始要东山再起 为什么 原物料大概只有占传产里面的 其中一部分嘛 对不对 那当然说经济整个复苏 会带动它主身段 不过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的传产 在涨的时候不见得是原物料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现在基期太低 那有含进量就容易发光 这个当然是有一句话 金子迟早会发光 等到这个光线照过来的时候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股票 它基期真的是非常的低 比方说我们看台波 这个就基期非常的低 但实际上 它有拨欠部分概念在里面 那么我们看到入股 是从上礼拜才开始涨了 其实那一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带动了很多的股票 有一些是传产 但实际上他们题材本来就有的 那也不见得就是说 一定就是AI跟中国的股市 会一刀切开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讲到 比方说 入股也会长什么 工业妇联 最标准的红海加AI 对不对 而且如果工业妇联 真的因为入股上去的话 最受惠的是红海 难怪大家说红海是中概股 这一刀千万不要乱切 不要切说什么 涨中国就不涨AI 涨 全产就不涨 不要乱切 不要切错刀 千万不要切 这一刀是月饼切开 里面可能是包肉的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要分清楚 我们今天就来帮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 首先我们看第二个像冰川 你看这就最标准的 苹果的NB键盘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入股吧 它这个很标准 我们看到就是说 所有这些极其很低的股票 很多年没有涨的股票 其实冰川十几年前超红的 它只是最近这几年比较直幅而已 那我们看到它早期的这个概念是苹果NB键盘 那现在就是说 未来的AIPC 飞瓶的阵营里面也会有一些AIPC 大家就认为说 那个Corepilot的键是不是直接拉出来 那因为它键盘吧 对不对 这概念搭上去 你看也看到 它这个就是比陆股 还要更早之前就先转强了 站上季线之后 它们都有个特征 站上季线以后回测一下 就开始加速了 所以你看冰川它现在是创新高的 它这个是最标准的 从那个传产里面来的 三方 我们再看三方 前一阵子不是涨很多半导体策划吗 那我们看到三方也是一样 有转投资其他公司服控精密 这个部分做半导体打磨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这一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因为三方本身 它就是有在做运动鞋的皮 PU皮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体质 再加上这次也有投资半导体 所以你看 它第一次站上季线的地方 其实是在上上个月 这里带了一个成交量 那你股市没事不会上季线 上了季线以后后面就转强 大家看到说认同这个题材 你看股票越涨越高 这些通通都是所谓的传产股 另外我们看到它乔三 健身器材的厂商 其实原本站在季线上面 并没有做发动 不过其实最近你看 随着整个传产转强以后 它其实在这边有增量 这也是很标准的增量 这里只是上季线而已 但是真正有一个脱颖而出的感觉 是在最近这一周 它有一个增量上来的味道 创一个新高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慢慢的 大家开始会去找一些 传产的股票 我先问一下 这四档因为碰到的季线 就上去了 他们的续航力 现在出现了败笔了吗 有没有 没有 我觉得这个如果 以数字来讲的话 以题材来讲的话 这个转机是最大 因为半导体 半导体这边就是 给的本益比会比较高 再来台波 台波比较接近原物料 所以它有可能会在这边 稍微震一下 但我认为就是说 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毕竟它有电子的概念 冰算的话 就是走它自己 那个NB电子的题材 好 这是已经先涨起来 有哪一些 接下来如果中国再助攻 还有下一波的上港力道 好 那我们就可能要 稍微讲一下 这个中国刚好又来 加一档统气油 那因为这个讲ETF的 当然很多来宾都会讲到 我就针对几个盘面上的现象 来讲好了 比方说第一个 我们看到原大沪生 震恶 那我们先打一个这个电脑 我们来看一下 融资跟融券 对 融资跟融券 这有点意思 那大家可以看到 融资融券 事实上为什么它是热呢 你看到这个融资有多热呢 这个地方是 上面是融资 那融资到这个地方为止 它其实有在这边做一个小减 这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抄底 入股的股票的融资 它都习惯在这个地方 下跌的时候去买 没有想到中国来个大利多 对不对 突然套牢这么久的 变成在这边赚钱了 它是不是想先出 先解套 结果出了三天以后 发现说不对 再追回来 好像要被嘎空手 对不对 又跑来一群人 而且这个 现在看起来觉得 这个十字标 好像没有什么 那帮我们打一下 这十字标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量是多少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 17万张 对 17万张融资 你看是买在 台风之前的这两天 现在有一个重点 是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券单 怎么会这么高 嘎超惨的 现在有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赚钱的那个效应已经出来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你在台风之前 你是这一批人的话 因为有十几万张的融资 算很多 坦白讲算很多 你等于是买在这个地方 我估大概是在17到17块3附近 今天根本是大赚的 这总是大赚的 所以当这个正向的效应出来以后 比方说我是一个赚钱的人 我一定会想说 还有没有哪一档 早知道多买一点 那个效应会散开 不会那么简单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这个融券 融券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里追空 我或许还可以理解 它就看坏中国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的救世措施出来以后 这两天不是大涨吗 这个地方其实你看中间有加空 那现在看起来完全被咬住了 而且它是从12块被咬到21块 这应该有的可能撑不太下去了 那为什么这个可以拉这么多 其实我先来解释一下 你看它的名字 永丰中国科技50 那这个地方我们投资人 可能比较清楚的入股 我大概跟大家讲 比方说宁德时代大家知道吧 我们打一下宁德时代 我稍微做一下解释 这股票宁德时代 大家应该比较认识吧 就是那个做电池那一家 它其实这个市值也蛮大的 大概一兆人民币左右 所以这么大的 算我们讲股本很大的公司 那照理来讲 不会一口气涨那么多 可是你看它最后那个 实际长假前收官那一天 你看它这个地方涨幅 大概差不多12到13%左右 为什么我解释一下 就是说陆股的这个科技股里面 最近有一个 最近这两年有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这种 在深圳的这个科技股 有大概差不多2分之1到3分之1 它一天可以让你拉20% 就它这个涨停板拉出来 特别是20%的 它跟那种上海那种老股票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带回来这边 如果你今天 就是说有几个关键字 你的ETF里面是带科技的 或是特别强调你是深圳的 你很有可能会吃到那种 20%的股票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现在先把筹划说在前面 涨的时候是很喷对不对 回档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有跌停的20% 所以冲的时候都没问题 现在就在冲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我们有一些ETF 你不知道它的成分股 但是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关键字是有这种科技的 你有可能会吃到那一块 它就长得会特别凶 好 那我再继续讲 就是说来做ETF之地之后 当然知道大家就说股市上来了 可能就会玩一些十一住行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他们的成一 这个百合新业 那这个地方当然 三个缺口 它本业当然也不错 我必须强调 公司本身也不差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成一加智鞋 到目前为止是跳第三个涨100 那这个地方就是等它 看他们开盘以后怎么样 因为开盘以后我想 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新闻 说大家十一怎么样消费 那这就是大洋百货公司 好久没有动到 跟成龙讲的一样 很多中外股很久没有动到 就开那个通路 这个是百货公司 五根涨停 这个合理吧 因为是在那个长假期间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中国刚好又把这个 有一些这个传产 注了一桶油 这个长假回来之后 会不会有先有 获利了结的卖价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 一定热的东西有风险 有机会也有风险 我们现在看这个ETF先涨 我认为是合理 因为他们就放假 那等于预期心理认为会开高 很有可能 因为你放那么多时间的价 可能就是回村里面拿钱 然后开盘的时候 怎么样超 所以我们这边 当然ETF有先涨 可是会担心说 比方说你溢价30 40% 就算你拉上来是几% 哪怕你是科技股 有可能你要两三天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 有可能就是落后了 但是就超涨了以后 才反而拉回震荡 有一种办法 其实我们股票里面 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吃到中国的这个市场 你看转机股怎么选 我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南桥 南桥 1702南桥 它本身的这个题材 就是最标准的中概股 为什么 它是中国第二大烘焙用油的供应商 全中国第二大 客户包括康师傅 那就够大了嘛 会用到油的一定有包括 有一些烘焙业者 或是什么中西餐 然后你看它这个部分 除了这个上游的油脂冷冻面包 冷冻柜 这个部分的话经营连锁餐厅 当然也有 最重要的是你看 它直接开一家南桥食品 这在中国有挂牌 代号就是在 它这边有代号 这个南桥食品在中国挂牌 你看 它在放假之前 稍微有点起涨 但还没有涨很多 对不对 南桥很厉害 南桥它自己做 有做面粉 对不对 它下面就开一家食品公司 食品公司很简单 跟上游要原料 上下游一把抓 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 既然是十一住行受惠的公司 很有可能在中国 在重新开始以后 往上再供对不对 涨幅也差不多吧 这个最标准的红山兵 而且是从底部上来的第一段 很合理 然后看起来又是一个正派的公司 那南桥这里很明显 就是落后于它了 所以它会带它 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今天就是涨这些公司 你看今天还有一个那个谁 南子店 他有户店 南子店今天涨停 就是今天就涨那种手上有A股的公司 因为如果你直接去追ETF 有可能你溢家了 但是如果你手上是有中国的公司 你本身又是体质好的公司 未来这些公司上去的话 你不是有一个新的题材吗 所以看着它做它的意思吗 对 而且我认为南桥在这边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于说 当时投信布局是布局在这边 你看 虽然说季度性的调节 有一些零性的调节 我认为这就是季度的进出 真正的主要的布局 应该是布局在这边 没有卖光 你看它的这个成分 根本就是买在这里 季线附近 那现在有一个逻辑 如果投信是在一个月前买的 它显然不是因为入股买的 它是认为本来就应该买这种南桥 那你现在又加了一个新的题材 给它手上的南桥食品 这就变成新的题材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部分的话 它有布局上来南桥食品 然后这个效应在2025年显现 如果今天看起来的话 南桥是刚刚站上季线 这一种做法就是说 买我们台湾手上有入股的公司 你比较不会有那种 顺意价的问题 再加上就是说 你又是传产刚刚上来 还有哪一种 同时也是布局中国的一个逻辑 好 那这个再来就是 所谓的原物料 原物料是一般这样子 有的你看这个机械没有穿过去 就是你第一次撞到的时候 要看你有没有越过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台塑南亚 它至少是有在这边 尝试做一个指纹 通常我们在这边讲 像融层这个就是怎么样 有双脚 那融层的话 因为它工业用纸又有一个很大提案 就是我们说宅配 宅配的话 你一定有这种纸箱的需求 这个的话就认为 有机会变成一个回升 雙十一有机有题材 对对对 那南亚这个的话 因为你没有这样际线 它有可能会演变成双底 或是更大的底 那中宏的话 这里就是有一个破底番 所以顺序上来讲的话 应该是中宏跟宏城这种 相对来讲有机会往上攻 那南亚的话 就等它再做大底 了解 好 谢谢郑华 请先回座了 如果要跟着布局中国 有哪一些比较积极的方式 有哪一些比较保守的方式 郑华的整理 都给你做参考了 不过说到了 现在资金 对于整个的中国股市 芳心慰爱 大家都处在FOMO 怕错过的行情 又回到了 还记得吗 去年底 美国联准会说 在接下来 可能会停止升息了 于是资金开始 乾坤大挪移 出现了东升西降 东方国家吸引资金 西方国家资金撤出 再接下来 还会继续大风吹吗 休息一下 资金转向 转向哪里 冲老师告诉你 等一下 先不要走开 全线百分百的观众朋友 好可爱告诉你 我们有新的理财频道 请锁定 Stay Rich 小资理财栏图 欢迎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晚上 会有新的影片上线 投资理财 千万不要错过 投资股票好难喔 还要买房买车存退休金 好想要提早财富自由 到底要怎么样 可以增加被动收入呢 只要锁定 Stay Rich 小资理财单图 影片每周 会是晚间上线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哦